固执 你怎么到底怎么了 晓忆 今天没去网吧 有事儿 儿子 您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不想你了吗 我回来看看你 妈妈从锦江师傅 打包回来的大餐 特别好吃 热着脑袋 要不您别忙活了 其实我不太饿 不饿呀 那一会儿再吃 你先坐下 坐下 来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咱们上次 在百货商场 说没有我马儿的那个吗 你之前不是说 想学伦华吗 儿子的要求 妈妈必须满足啊 谢谢妈 那咱什么时候去划呀 儿子啊 其实妈妈这次回来 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啊 您说 妈妈最近 替公司接了一个大单 公司领导说 干脆就外派你到国外一段时间 等回来就可以直接升组长了 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妈妈不想错过 好 我说呢 这怎么又大财又罗华写 原来就是为了说这事 不是 妈妈是真的想你 想回来看看你 这不是很长一段时间 要见不上面了吗 走多久啊 暂定 暂定 半年 什么时候都飞机啊 今晚 行 要在这儿走完 我在那边安顿好了 就马上接你过去啊 不用啊 儿子 妈妈把饭给你热了热 你出来吃一点吧 你再不出来 妈妈要走了啊 儿子 儿子 我知道 我们不能像其他人的爸爸妈妈一样 今天陪在你身边 陪你一起长大 但是爸爸妈妈都是为了这个家好 你现在也许不明白 以后你就懂了 你真的不出来见我一面了吗 我没事 你走吧 好啊 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我们不在的时候 舅舅会照顾你的 我一有空就会飞回来看你的 我们要不要划算 我可以帮你帮你挑战吧 我们是新开心的 我一直要干扮 也不客气 我就在家里 我能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还是去帮我 一下子 我以前要做什么 来 来 来 我去 老爷 去划轮划吗 轮划 我又不会轮划 就是因为你不会划 所以才要去啊 他们几个非说想去划 但是我又不会 所以我想拉上你 给我当电背的 两个菜鸟有个伴 那你不去不去划 不行啊 如果我不去的话 我就该留在家里写作业了 反正我又不写作业 我不去啊 这个还算数吗 大哥了 你确定要把这个新任卡 用在这个时候上面 确定 那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明天大桥底下篮球场见 不见不散啊 不是 我还没答应呢啊 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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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你这样那把 那把 先那把 往前滑 滑 我往前走 怎么不动呢 不对不对 外巴 对 外巴 外巴 怎么滑不动呢 我知道了 甚至往前倾 往前倾又能滑动了 走 等等等等 大哥了 你这是能教人人记什么 再说咱们这么半天 一下没动啊 我当然能教人了 我可是专门学过的 行了我自己试试吧 那你把我刚才说的药领 你都记在心里啊 伸在往前 你那把往前滑 走 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事吧 没事 真没事 怎么没事 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你看 还能这么滑呢 真没事 你接着玩吧 慢点啊 轻点啊 妈 忍着点忍着点啊 疼 你早上跟我说 不是去参加孙燕姿的粉丝会吗 这怎么突然改轮滑了呢 就突然不想去了呗 你不是不喜欢轮滑吗 怕衰 怕衰怎么能学得会啊 再说 学会就能跟我的好朋友一块玩了 不要 妈 回来 你去吧 你去吧 是你 怎么 找我有合适啊 是你啊 怎么 找我有合适啊 这给你 这给你 今天我是挺开心的 就不算你的 算我了 那我当然都是可以喽 这样的话 你就还欠我又要了 我得好好想想 以后让你跟我干些什么 行 那我走了 走吧 蒋先生 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案件 明天听证会的时候呢 你除了展示一下 这个游戏的初始概念图 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设计这个游戏时候的 心路历程 这样他们会更加地缺信 这个游戏是你的创意 那你觉得这个案子 胜诉的几率大吗 老实说 抄写的界定很难取证 这样的案件我遇到好多起了 但我们也不是毫无生算 明天的这个听证会 就是一个关键界点 那如果 我要是不去会怎么样 你不能不去 你是当事人 如果你不去 我们败诉了 那所有的努力 就都白费了 闺女 是 发什么呆啊 爸 您这是 请听 萨克斯独奏 怎么样 还可以吧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你这可以组一个乐队了 已经组了 那你们这个乐队组了个什么名啊 那个李宗盛 周华健 他们起了一个那个大叔爷的 叫什么纵贯健 我们就叫做横杰面 横杰面 那我什么时候能听到你们横杰面的演出呢 很快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你别动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没事 妈 以前假期 每天搬几十箱呢 你歇着 闪着腰怎么办 真没事 妈 你就让我搬吧 你快给我吧 妈搬了一辈子水 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你以后一箱也不搬 给我 来 妈 我最大的心愿 也是让您一场水都不用搬 只要你好 妈怎么都感愿 来 出口 老许 来了 我看你们口心筋的柚子 我来挑两个 刚进来呢 庄远回来了 刘阿姨好 天天听你妈念叨你 听说你现在是大博士生了 真有出息 咱们全亨天城 都没出几个博士生 都是你教得好 以后啊就等着想福吧 我这小薰文化能教她啥呀 陈高她自己 那你也是有功劳的 我看那个白娘子里面 那个庄远的妈 都能被封为高明夫人的 庄远 庄远 一听啊就能当庄远 这也不错嘞 您慢走啊 好 老许 你忙着先走了啊 来啊 好 妈 你别老在别人面前显摆我 这万一我要是没毕业成 那怎么办 没那个万一啊 我还等着你穿那个 博士服的时候 我亲自去看看 那我得多自豪啊 老师 其实我还没想好 刘孝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走的路 现在不是你能不能刘孝的问题了 是你的论文能不能过关 还能不能顺利地毕业问题 明白吗 我可不像关超的爸 这自己亲儿子 结婚那么大的事 被面都不舍得露 她爸为什么不去了 好像关超根本就没邀请她 好像关超根本就没邀请她 方经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 先下班了 你们一起出去啊 对 一起去聚个餐 来 玩得开心 好 经理 周一见 聚餐真的不要叫方经理一起吗 我疯了 要叫你去啊 我可不去 慢点吃 锅里有的是呢 你们几个都瘦了 是外面吃得不好啊 还是太累了 那可不 吃不上您包的馄饨 可不得饿瘦了吧 茗玉不回来吗 茗玉工作忙 有段时间没回来了 过年的时候也是工作忙 没回来 外婆 您想见见她吗 好 茗玉 外婆 茗玉她们都回来了 又差你了 买忙的啊 没事 没事 忙点好 在外面呢 照顾自己啊 别太累了 想回来啊 随时都回来 外婆 给你煮馄饨吃 我知道了外婆 茗玉 你也太不诚意了 人家庄园都回来了 你还不回来 嗯 你没事 茗玉 回头我把市场给你带回去啊 知道了 茗玉 看啊 这是什么 这么晚还在加班啊 嗯 没什么就是 外婆想你了 先看看你 那你继续忙吧 嗯 拜拜 要是依菲能来就好了 是啊 也不知道她在国外 过得好不好 外婆 去国外演出是她的梦想 不然她肯定会回来的 我刚见过她 她状态特别好 不胖不瘦 您就别担心她了 她说了等她回国以后 带我们一起看她的演出 好 我放心 你们哪都长大了 再不是当年的小不底了 怎么会 在您眼里 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不底了 哎呀 两位 慢慢吃啊 等会儿随着招呼 谢谢老板 你说 那杨凡家里条件不是挺好的 怎么非要嫁给关超呢 那谁知道呢 非得要嫁给他 结果让关超就准备让他住学校分的宿舍房 那房子不是老房给改的吗 嗯 对啊 拿来当婚房 也太含适了吧 关键 关超他爸 他不给钱就算了 以后他有几天生心事的货呀 我儿子结婚关你屁事啊 哎呦 老关 对不住 没看到你在这儿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你怎么还能办人呢你 你来揍你啊 我揍你 老关 老关 别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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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电话我接下来 嗯 你说什么 我揍手怎么了你 我这么一摔啊你跟我说 爸你干嘛呢 你爸是不是心人病啊 我们都聊天的 他突然过来就打人 你聊天你聊什么你 爸 你心里没谱吗你 爸 你能不能笑笑你啊 爸 我们先回去吧 没有 快去 你不能再说什么你知道吗 爸 我先从你回去 好好好 你没事吧 真的不好意思 他一喝醉就住这儿躲起来 也不能瞎打人呢 您 您没事吧 这头都打出血了 能没事吗 实在不好意思 如果您这边后续需要任何医药费 请告诉我们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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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晨晨的大长 关老师 是我 刚才我儿子在你班上 我们就不报警啊 别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让警察来 该怎么出去就怎么出去 叔叔 那 走了 走了 快点 不 晚安 快点 还是不休想 那就帮我了 也是不恐怕 真的 你不是说这次月口取消了吗 是 是取消了 那为什么韩东的儿子拿着试 就让他签字呢 我也不知道 你长出息了是吧 不光学习不好 你现在学会撒谎了是吧 我辛辛苦苦地 供你吃供你住 你就这么对我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你爹 这 这真没有了 那我问你 这个周末你去江州干什么 你去江州干什么 你去江州干什么 你要去江州干什么 你要去江州找你妈是吧 你妈不要你了 你妈不要这个瞎了 你干吗 给我 你别做梦了 要我辛运你 我妈能走吗 你这么跟我说话呀你 我说你 我说错了吗 我妈就是被你打不好的 我们若不是义务 她走就走了 不 打 咱们俩都是被你打散的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你再给我说一遍 没有人能忍受跟你生活在一起 我就是后悔 我当初会说 不跟我妈一起走 上手 你给我站住 放开 走 妈 孩子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 就是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 想跟你说说话 你爸是不是又打你了 没有 我现在比他高 还比他壮 他就算想打我也打不了我 那就好 你最近怎么样 我最近特别努力 排米成绩提高零点二秒 而且啊我 妈妈 小心 乖啊 不哭 妈妈马上就来 关超 妈一会儿再打给你 先不说了啊 我知道你没睡 你好意思吗 天天上别人来给你收拾烂摊子擦屁股 好 妈 超 别说了 想问 装备睡的人永远醒不了 你就活该住在这垃圾堆里 醒了 自从我妈走了之后 从来没醒过 别说了 出了喝酒打架 你还要干什么 醒了 超 我管你 我有病我管你 我就不该管你 别说了啊 不要再躺在这儿去 永远别起来 你看看他这样 明明都会我打架 像是当地的吗 那你别说了 爸已经知道车了 我不说了 我再也不管你了 不管是守在家里的 还是飘在外面的 原来烦恼才是生活的常态 时间和距离 让我们终于学会了 独自面对这样的时刻 柯卫常常会想念 那些互相分担 互相陪伴的时光 还有藏在平凡时光里的 小惊喜 丁羽写得真的太妙了 居然是平行宇宙 我好想看他心系在那边 看明月咱们周末的时候 一起去书店吧 乔乔 你去哪儿了 没看到 厨房没有 庄园呢 不知道 好 三婆 看到依妃他们了吗 你们跟他们一起回来啊 没有啊 他们几个都不见了 那 那就奇怪了 我好像听说 他们都去讲一家了 去讲一家干吗 不知道 那我知道了 外婆我先走了啊 你 你慢点儿去 妈 你 妈 死江义 让你换个灯泡了不换 懒死了 谁 来 来 有点儿去 又去把灯泡人拿着 我走 哪儿去 你去吧 你去吧 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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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江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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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开心吗 开心 你们刚刚不提前告诉我啊 我还以为你们背着我出去玩了呢 那提前说一声能叫惊喜吗 好吧 我还以为今天我过不了生日了呢 因为我妈说让我好好学习 我没想到我还能过生日 你们当时都没看见他那样子 说不能过生日的时候 都快要哭出来了 还说不过也没关系呢 一共四十二个人 你考第三十五 数学九十二 你们及格了 挺会安慰自己啊 可我语文考得好啊 一百三十八呢 你也就这一门 你怎么不跟人庄园比比呢 人年年考第一 你怎么拿我跟庄园比呢 这不还有蒋亦呢吗 你看你比这人 蒋亦 阿姨不是这意思啊 都是让他给我气了 黄英子 我告诉你 你今年生日你不用过了 你给我好好学习 啪啪湿湿的 这可是我十八岁的生日 为什么不能过了 十八岁怎么了 十八岁 你现在是高三 你需要好好学习考大学 你知道吗 不可能像每年似的 这大搞特搞 好 不行 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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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过个生日怎么了 有时间我就是想过个生日 好好说话 过个生日怎么了 听见没有 好好说话 谁刚开学的时候 向我保证来着 说妈妈 您放心 我一定考了前十 耶 加油 忘了 我可没忘 我可没忘 是我说的 行吧 我这个人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过就不过喽 优秀 真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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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不过了 有朝一日到我考上大学了 到时候我听听过生日 也挺好 也不用破费 是吧 我们现在在看哪 那是一副不过也没关系的样吗 女生嘛 反正说没关系 那就是有关系 不过老奖 没看出来啊 还是你懂女生 以后不说找不出女朋友 庄远 蒋也不是懂女生 是懂皇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我不是女生喽 我不知道你 从小就是给我穿裙子 假小子 关超你是不是疲痒了 我没那意思啊 我真没 算你识相 不过 你们是从哪儿搞来 这么多可爱的字的 那还不是老蒋说的 你喜欢这些 不灵不灵不灵的东西 我们三个男生 昨天晚上弄了一宿都没睡 真是 谢谢你们 我很感动 我也很喜欢 我宣布 惊喜环节满分 接下来 是不是该差礼物了 这个 可以装在你的自行车头上 你晚上汽车 就发梅鲁灯了 谢谢 跟我的小兰是绝配 你可以随时随地 带着你的燕姿 眨戒 我以后再也不用 跟我老爸抢音响了 到时候放的时候 可小点声啊 别耽误我玩就去 因为我的宝贝音响 想给你放伴奏 那是你的荣幸 来 看看我的棒 谢谢 夜光愁 丁野 我最喜欢你的作家 懂你吗 你最喜欢的作家 不是那卡夫卡吗 我指的是活着的 那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卡夫卡呢 纯粹是我对他文学上的宠爱 而丁野就不一样喽 他是活在我们这地球上的人 我总觉得有一天 我会认识他 我们会聊天 也许 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去去去 人家丁野可不一定愿意 跟你成为朋友嘛 你懂什么 吴语 谢谢 不客气 这么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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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我跟你说 这可不是一个 普通的地球衣 他怎么会测出法呢 他 你以后就会知道 嗨 谢谢 我会把你这个特殊的地球衣 好好地供奉起来的 不是 还有我的礼物 那个 蒋亦 借你的房间用一下 干嘛 走就知道了 快 什么东西 啥礼物呀 你们等一下 走走走 什么那么神秘呀 你不好喝 你用电影去吧你 啥 啥礼物呀 啥礼物呀 老池只汲 回来 快出发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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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好 是不是很好看呢 我是不是不太适合穿裙子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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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抄抄抄抄u 然後适合 老黄 您可以啊 这废活量最近没少练吧 还行 可是孩子们都在外面打听 这废活量最近没少练吧 咱这几个老兄弟那也得力求上进不是 来 开车 老黄 你说这关超这婚礼 你们家明宇确定不回来了 不回来 说是工作忙 要出差 孩子们大了 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 是 孩子们大了 有太多的事要忙 但是 我相信他们的感情 不在这一次量子 是不是 那必须的 毕竟有咱们当榜样的嘛 对 咱们在前面呢 但是比起孩子们这事 咱们应该是不是想点办法 把老关弄到婚礼上去啊 你说哪有儿子结婚老子不去的道理啊 让老关去 他不去捣乱就不错了 真是 老关这个脾气臭的呀 那你说这 婚礼上没个正亲 他也不是那么回事 是不是 来来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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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万 六万 你看我们家影子啊 这都快三十了 也不谈恋爱 也不找对象 我都快急死了 我一催她 她就说 人家民女都不着急 那我着什么急啊 你们几个啊 你替我操点心呢 有什么合适的 赶紧赶紧介绍过来啊 行 现在不就有个现成的吗 谁啊 谁啊 大博士啊 庄远啊 我记得有个事啊 就是奥运会那年的夏天 我看见你家黄英子啊 穿着一条紫裙子 打扮得可漂亮呢 好像约会去了 我就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 你们猜怎么着 站在路边等着黄英子的 就是庄远 庄远 庄远 对了 累死了 你们 干咋的那么急 你家庄远也在吗 不在啊 他跟英子的观超在一起的吧 你找他有事啊 我找他 我找你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归年纪这么早 我每天早上上班 也这么早起好吧 那正好 赶紧吃 吃完了跟我去趟咖啡厅 去咖啡厅干吗呀 你又不喝咖啡 不是你们年轻人喜欢吗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今天不行 我有事 什么事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你忙完了 到咖啡厅找我啊 神神秘秘的 行吧 我昨天跟杨凡说了 我不会去 谁是我今天来 是要求您参加婚礼的 您要是去了 我还怕您喝多了 打人呢 那您来干什么 我是跟您说一声 您昨天把人家店里给砸了 是要经济赔偿的 这事您知道吧 范叔说了 都是街坊邻居 就算您一千块钱 放屁 就他那破桌子破译的值 值那么多钱吗 我找他去 别着急 我帮您啊 已经赔过了 就当我给关超 都包了一个红包 还有 您昨天打上那个顾客 是关超学生的家长 这您知道吧 我哪知道他是谁啊 我说怎么那么多事 您把人家鼻梁鼓 都给打断了 这事要闹到学校去 关超这工作也就不保了 没那么严重啊 不就流点血嘛 再说他也动手了呀 你跟他说 这事他有什么事找我呀 别找我儿子呀 这时候知道 关心您儿子了 别担心了 这事也帮您摆平了 好 你到底来干什么 我都忘了了 我是来给您送西装的 给您买了一件西装 本来想着 您参加婚礼的时候可以穿 不过您现在已经不去了 这西装也无所谓了 那就放在这儿吧 其实您不去也无所谓 少您一个人没什么问题 不过就是到这婚礼现场 那女方那边主桌有家人啊 父母都在 男方这边 一个人都没有 可能会多几个 像昨天那种 说闲话的人 像昨天那样 再说几句呗 我看他谁敢 我 怎么 再打一架呀 什么 关叔 其实我知道 您心里面呢 是很在意关超的 您昨天打架 不也是因为那两个人 在背后说关超号杨帆的闲话吗 既然您这么关心他 干吗不自己跟他说呀 说这些看什么呀 这什么关系 你们爷人俩可是真逗 都是彼此关心 但不说出来 昨天关超为了照顾您 婚礼彩牌都没去 他虽然嘴上不说 但我知道 他肯定特别希望 您能参加他的婚礼 行 我都说完了 那我就撤了 这个西装您穿不穿 取决于您 我走了啊 关叔 慢走啊 营子 喂